大一族是幻象农场 因为美玲他们要先回去 所以我来帮他们讲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哪些 就是因为他们是希望可以整理他们的公时跟贡献度 然后他们原本是用Google Form的表单 然后分了蛮详细的项目 所以在他们农作的大哥大姐在填写上没有这么方便 那因为去年在临时小学校的专案里面有一个获奖团队 他是做幸福存折 他就是让NGO组织可以去使用一个APP 然后去记录学生的一些贡献跟点数 那刚好跟这个时数是蛮相近的 所以今天就有先帮他们先写了一些他们可能会需要用到的内容跟需求 然后还有他们会使用的一些角色 然后另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阐述是他们在每个礼拜一都会收成 就是会把这个礼拜收成收好之后 然后装箱寄给他们支持他们的那些购买菜的家庭 所以我们就在讨论上就讲说 那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应该可以做一个点收的部分 就是可以确认他们到底有多少产出 除了提供给下一次未来的购买人参考之外 他们自己也可以评估明年要种什么 所以我们就简单设计了这个表格 那会希望他是直接印出来变紫本的 就不用大家种完钱手都是土还要拿手机 所以就是这是可以用紫本的人一个人去做点收的状况 然后旁边的品项也都可以自己增加 所以其实像这样一张表 可能就可以知道一个月大家采收了多少东西 然后这个也可以结合回另外一个提案 就是农民年曆这个部分 因为他就可以知道在新竹这边的幻象农场 他们种了哪些东西 然后是什么季节 那如果大家都可以使用这样的表单的时候 当会整成以色或者是电子党就可以再汇回农民年曆 去知道这个节气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计划今天有一个蛮不错的成果 他们可能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表单 谢谢大家 有没有朋友要分享一些或回应一些内容 有没有回到上面那个重建筑的那个计划方面 嗯 你们这样介绍一下 呃他们就是他们在 呃应该是说他们去种田 种完之后他们最后的那些获利 就是卖出去的菜跟扣掉他们成本之后的那些获利 他们是会分润给这些去耕作的社员 就是合作社的社员 然后社员他们其实有分成角色 一个是你只买菜的一个社 就是购买社员跟 另外是你还有劳务 就是有去帮忙种田的社员 那他们会依照不同的贡献程度去分论 所以他们 有些不同 就是种的人的供食跟买的人 对他们在分论 那是比较为什么 比较这样 分论上来说他们今天是讲说 百分之 就所有的利润 百分之十是消费社员 百分之九十是给劳务社员 所以劳务社员的贡献程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可以拿到比较多分论这样 然后今天好像有听到美玲还是谁 就有讲说 上去年上个月好像有拿到一些 就是不错的不错回馈啦这样子 然后当然不是很多 可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付出是有收获这样 然后但是因为在这个APP里面 我们把分论这件事拉出来 因为要他去算分论 好像有一点超出了公时跟贡献度的需求 所以这个计算的部分 会是由他们就是把这些资料汇出之后 去Excel考资料 然后再填回来这样 就不用用APP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计算的公司在 然后那公司蛮复杂 因为本来就是在我们 其实这是第二版 目前是第二版的分论 其实第一版的分论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让农场赚多少钱 就算起得可以做 那所以假设我今天在农场工作一个小时 那我们在外面接案一个小时是140块 去年那我们就算140块 那我今天跟农场买菜 就是60块一台积那我看买几台积的级别 那当时就这样做 做一年的计算下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我们一个小时的公司只有8块钱 所以就发现这样不行 那种菜也太辛苦了 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进行另外的方式 就是把那个利润 就是把那个成本啊 花费什么扣完之后 先把一滴钱 因为这是算是协会的专案 所以把20%回费的协会之后 再把另外30% 再当做公积金留下来 合作事后也是用公积金这样的东西留下来 之后剩下的去掉50% 这一半那50%的一个9成 给劳务会员去奔务 然后把10%也会给那个 这个这个买菜的算他们贡献 这比较差距比较大 还是很败的 如果说因为我讲试 就是讲试你这个冬场出来 身材力还越高了 因为这个是还很少的时候 那身材力还越高就是要卖的 因为要需要卖的 买的人要多才有办法 这些东西需要量 我自己吃之外 他说这自己的层也吃不完的时候 那个 你这样的分论就是 所以这一期买的人 又一比会不会少了一些这样子 其实用这类似至少的8.2%这样子 就是80%跟20%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小冬 初期的设计是这样 因为初期的股常缺少是倒立 所以又一比就把它放在这个 可能就是年度股东大会 你们再去台湾 你没有人家说 我们不快调控 是是 我今天是这样调控 因为我每年就在计算 就是换做分工是多少 是 另外的话 明天大哥提到的那个 我们其实这个机制 他是要扩大 就是说 我们在即使 即便我们在那种厂层出30位的产 我们要到社区去跟人家讲说 我们要招集白个社区的支持家庭 为什么你把它重大之后 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要把外的外的效能接进来 有合作 在不过场的创造底下 我们要拖到我们三年 就只好快过程 但是消费端就要有 看起来也是滚动性的调整 但今天我们讨论比较是 如果要做一个打卡APP可以怎么做 然后计算时数 所以这样子拆开来就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每年的那个 所谓计算可能形态也一样 计算就是直接可能 公式是很蠻明确 每年都是这样 对对对 好 那 我们就还是鼓励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